叶女士的孩子还不到两岁 现在两边的脸颊都出现了红肿 她说4月15号在朋友的推荐下 她带着女儿来到这家兔卡摄影拍写真 总共花了1088块钱 女儿脸部红肿 她觉得和拍写真前的化妆环节有关 先用很重的那个粉底液吧 粉底液 然后用那个化妆袋 就用海绵一样的一类的东西 那个海绵也是旧的 然后用那个东西再化 化了以后还打那个粉饼吧 应该是 然后回家也就是用清水洗 也就没有用什么卸妆液啊什么的 因为我们家从来也不化妆 没有这一类的东西 记得注意到 叶女士接受采访时化了淡妆 她表示自己不太懂化妆 家里确实没有卸妆产品 就诊报告显示 孩子得的是过敏性皮疹 叶女士说 当天女儿除了去过照相馆 就没怎么去过其他地方 也没有吃过敏性的食物 她认为照相馆要承担主要责任 第一 这么小的小孩不应该这么直接去化妆 如果你要化妆 你要针对小孩的复服品 去使用比较安全可靠的一个产品 第二个 他的这个复服品的使用 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 吸尽自身 因为他们不是说 不是说一次性的物品 都是大家共同用的 先是打底 打底完以后我给他订装 因为小孩子嘛 然后就是没有给他化太多 然后稍微用这个刷子修了一点容 我也没有沾粉 妈妈也看到的 然后后面就是弄完以后之后 我就给他卸妆嘛 我们粉不是一次性的 用完这个以后 然后我就给他卸妆 用这个 卸嘛 卸完以后就是用心擦一下 我也跟妈妈说的 回去再洗一下 从叶女士提供的照片来看 当天孩子脸上看得出化了妆 不过并不夸张 门店负责人表示 店里用的都是从官方旗舰店购买的正规产品 夏店长说 每一位来店里拍摄的宝宝都要化妆 当天拍摄结束后 他们也给叶女士的孩子卸了妆 此前从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叶女士反应后 他们也没有回避 他小孩子发生了这个事情第一次 我们就当机打电话给他 跟他沟通赶紧带小朋友去看病 包括你去做检测 任何的医药费 我们来负责到底的 先前 叶女士要求门店承担200多块钱医药费 此外再退回拍照的1088块钱 夏店长表示 孩子是不是因为使用了门店化妆品 才患上皮疹 这点有待证实 不过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门店愿意做退费处理 但之前 叶女士在朋友圈发布了一些内容 他们要求道歉 昨天晚上他还发了朋友圈 说 因为我们所有产品是劣质的 那我本身刚才说了 如果你觉得是劣质的 你拿去做检测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你说 我原来化妆米叉 我的东西没有清洁 都是有细菌的 那你这种东西发出去 那你说实话 对我的生意会造成影响 经过协商 双方没能达成一致 叶女士表示 她会通过其他途径继续维权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未经过协商